那時法利塞人和來自耶路撒冷的經司聚集在耶穌根前 他們看見他的幾個門徒用不潔的手 即用沒洗過的手吃飯 原來法利塞人和所有的猶太人都緊守祖先的傳統 若不仔細洗手就不吃東西 從史長回來若不先沐浴自己就不吃飯 他們還拘手很多類似的傳統 比如洗杯子、罐子和銅壺 所以法利塞人和經司都問耶穌 為什麼你的門徒不遵守祖先的傳統 用不潔的手吃飯呢? 耶穌對他們說 伊撒爾亞論及你們這些假善人所預言的針對 正如經上所在 這個民族用最純光榮我 他們的心卻遠離我 他們朝拜我 也是虛假的 因為他們教導的教義 是人的規條 你們離棄天主的戒命 而只驅守人的傳統 耶穌又叫過群眾來 對他們說 你們眾人都要聽我說 也要明白 沒有什麼由外進入人內的 能使人污衛 而是從人裏面出來的 才使人污衛 因為從裏面 從人心裏出來的 是惡念 邪淫 偷盜 凶殺 奸淫 貪婪 邪惡 鬼詐 放蕩 窒盜 毀旁 驕傲 和慾望 這一切惡事 都是從裏面出來的 並且使人污衛